大家好 我是Pyga 欢迎回到日本考察频道 不洗躁一族 这个词汇近年来在日本社群媒体上引起很大的关注 最近就有一位现役地下偶像的自白 令到这个不洗躁一族的现象进一步进入公众的视野 在一个网络的节目当中 地下偶像团这个聂邦17X的成员 凌木就坦诚 他已经连续四天没洗澡了 他就分享了一些不洗澡的理由 洗澡不单只是消耗体力 而且吹干头发的过程就觉得非常麻烦 这样的自白就令到很多观众和网民广泛讨论 而且陆续有不少女性艺人都表示自己不喜欢洗澡 这个前AKB48的成员柏木游几都表示 有时候都会选择不洗澡 头几天可能会觉得身体有点黏的感觉 但过了三四天后就觉得没太大分别 另外这个女艺人众盛致美都说 他身边认识的一些女艺人 其实都不是每天洗澡的 还表示自己是曾经五天都没有洗澡 结果搞到头发变得好像保龄球一样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 洗澡是一个很正常的日常行为 不过对于某部分人来说 这个行为可能是挺困难的一件事 这个地下偶像灵木就进一步解释 就说他不洗澡的时候 是会用一些刷新的湿纸来代替每天洗澡 也是会用香水来掩盖体味 另外为了避免出现头皮这个现象 他已经习惯不会再随便碰头 平日除非是有一些很重要的偶像工作 如果不是的话 他都会尽可能地避免洗澡这件事 其实某程度上这样的生活方式 不洗澡都未必是一定是懒惰的 而是一种生活策略 又或者是一种面对压力和时间管理的手段 不过另外就有专家指出 其实不洗澡的现象 和心理健康问题可能有一些很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抑鬱症 注意力缺乏多动症ADHD等等的心理或发展障碍的时候 往往会令患者失去对于日常生活活动的兴趣和动力 这些疾病通常会令患者感到极度疲憊 是没有办法完成 好像洗澡这一类需要很多步骤的日常生活行为 对于抑鬱症患者来说 不洗澡往往是因为他们感到极度疲憊和无力感 洗澡这个行为好像很简单 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可能是有很多无法超越的障碍 洗澡的时候会有一个步骤 比如说你从浴室打开水龙头洗头 到抹身吹头 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当一个人是处于抑鬱状态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要保持干净的 因为他们已经是对日常生活上所有的事情都失去兴趣和动力 另外对于ADHD患者来说 洗澡都可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这个过程是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完成每一个步骤 当你是感觉过敏或是感觉统合困难的时候 其实就会令到洗澡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 水的触感、温度的变化 甚至是洗头水的味道 都可能会刺激患者的神经而令他们忍受不了下去 现代社会对于个人的外貌 又或者卫生都有着一个很高的要求 这样就会令到那些没办法正常完成洗澡这个步骤的人 面临着一个人多大的社会压力 其实洗澡就不单止是个人卫生问题这么简单 人是要透过保持干净来表达他们对他人和社会的尊重 所以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或者选择不洗澡的时候 往往就会感受到一些来自外界的批评又或者压力 而这些压力就可能更加令到不洗澡的人感觉到更加无助或者孤立 刚才提到的地下偶像灵木也在节目上提到 他会用这些清洁湿纸和香水来掩盖自己不洗澡的事实 反映了他不是完全放弃卫生 而是透过其他方式来应对社会对于干净的要求 这类不洗错一族就倾向于想要提高生活效率而选择性不洗澡 就并非跟这个心理健康有关系了 应该就不过其实在历史上洗澡一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比如说中世纪欧洲这样说 洗澡都不是日常习惯而是稀有品奢侈品 洗澡的过程因为要用到大量的水又或者是燃料 这个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难承担的开销 所以当时只有上流社会的人才可以定期地享受到洗澡这件事 不过这样就不是意味着中世纪的树纹是完全没有卫生意识的 历史学家都有研究发现就算当时的人不是经常洗澡 但中世纪的树纹都会定期是换衣服和用水来洗手洗面 是会有这样的基本卫生习惯 当然这件事与现代的日常洗澡是很难相提并论的 但当时这种方法也算是有效地避免了严重体臭的问题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现代人往往都会误解历史上对于卫生的习惯 会认为过去的人生活在一个极度安装的环境当中 不过实际上来说在很多文化当中文化的演变当中 都会有一种避免过度清洁的概念 这种概念就会认为频繁地洗澡的话可能会破坏了皮肤的天然保护层 经常洗澡反而会导致健康出现问题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不洗澡就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 而是人类社会上不断地反复出现的一种生活方式 来到现代社会不洗澡已经是由历史的演变当中 转变为一种选择性的行为 有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就开始重新思考日常生活卫生习惯的重要性 有些人就会开始质疑为什么要每天洗澡呢? 还有就开始探索一些替代性的保持卫生的方式 例如是用肝洗法又或者是一些抹身湿纸来替代每天洗澡这件事 对于部分人来说不洗澡可能是因为心理健康的问题 又或者是身体的疲憊感所导致 又有令一些不洗澡的人是认为这种是一种对抗社会的方式 甚至会觉得这种是环保意识 当然有一种状况就是伸宿的流氧企佳 这些人可能是连日常的住宿都有问题的时候 他们可能是要接客的时候 进到酒店才有机会洗澡 如果没有客人的话可能真的几天都不用洗澡 大家又觉得怎么样呢? 最近不怪得在日本坐电车的时候 都会觉得旁边的人好像是有一些体味 很浓烈的体味感觉不是那么舒服 有可能是因为夏天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对方几天没洗澡 这个就不知道了 港澳地方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呢? 以前90年代的话 在香港有一些边缘少女就会被称呼为老泥妹 但是有没有老泥仔这件事呢? 好像就没听过了 老泥妹主要就是形容那些离家出走生活困顿 而是没办法每天洗澡保持卫生的人 另外他们都跟现在在新宿做企街的流氧很类似 就是同样地会接客做生意 但是这样的现象应该现在没有了 是吧? 好了,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对以上的话题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留言 喜欢影片记得赞好和订阅频道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